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无法忘记 回忆 骗自己 这是梦里 一关门 特绅士的感觉 然后呢 然后我直接用你当司机 穿上特高档的制服 每天就我开门关门 你转身离开 你身边带走所有 你不曾明白我 有爱就已足够 请让这真爱从头 请让这真爱从头 2001年到2008年间 孙鸿蕾曾三次做客超级访问 8年间 孙鸿蕾早已由曾经的青色少年 蜕变为如今的铁血硬汉 8年的共同成长 成就了超级访问 与孙鸿蕾的父亲之缘 本期节目 我们将为您全方位总结 孙鸿蕾出道至今的 事业 友情 爱情 2002年 孙鸿蕾首次做客超级访问 面对尽头 孙鸿蕾用略显羞涩与生疏的言谈 坦漏的成名前 另类的求学过程 与尴尬的世系经历 今天面对孙鸿蕾我真的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俩同年龄的嘛 一样大 这多大就不说了对吧 反正二十出头一点吧 那我们知道演员有两类了 偶像 实力 一般都会怎么分 你觉得 你在观众心目中 是属于哪种类型的角色 属于那种 可能算是实力吧 实力 那是帅的 还是一般 还是臭 我一臭 那就是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自己也认为自己帅 我只是就是在演戏的时候 帅 比较靠角色了 听主持人说吧 你主持人觉得挺帅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要跟大家透露一个秘文 李静喜欢孙鸿蕾 是很喜欢的一件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 有一个人更喜欢孙鸿蕾 那就是李静他妈妈 就是一直没有走后门 都是应观众的要求 现在我觉得两天期没 观众也喜欢 妈妈和我也喜欢 所以就把这一节目 一定会做得很好 我先听听朋友们 对孙鸿蕾的外形 他们是什么样的评论 来 请看 平时感觉就是 像那个孙鸿蕾 像又像风那个阿莱一样 酷酷的那种感觉 挺狠的 但一笑起来 完全就像个小孩一样 特别可爱 我们经常管他叫帅哥 这个绰号一留下来 实际上还是从 孙鸿里边 因为孙鸿呢 像陈柯啊 陆毅啊 这些都是比较帅的帅哥 但是他的角色演完了 也会显得很酷 那么我们就逗他说 一步留神 你也进入了这个 帅哥的行列 在学校 他总愿意跟我比 他说他眼睛比我长得 好看一点 然后我说 我眼睛比你长得 秀气一点 孙鸿雷同志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 在镜头前告诉你 这么多年了 我眼睛还是比你大多了 因为当时在学校 如果长得是小眼睛 一般都不会归为帅哥旁边 但是你先看看梁家辉 对 还有谁 金城武 金城武 但是他不眼睛小 他的单眼皮 现在单眼皮特别流行 孙鸿雷 还有呢 就是同学们也跟我们说 不要看孙鸿雷表面很憨厚 其实 很有主见 尤其在创作上 看看朋友们怎么说 好不好 来 请看 孙鸿雷也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人 他这个属于什么 因为我们话来说 虚心接受 坚决不敢 到高中的时候 这个从外国进口来 通过TD5 他就天天晚上啊 是上清剑工 去学习 他就跟我说 天天晚上上自习 后来学校开家长会我去 跟班主任老师谈了一下 我回到家里头 我就问他 我说 宏雷 你说你天天晚上锁门上自习 怎么 老师说你从来也不上自习 最后他看瞒不住了 他就把怎么样到清剑工 学TD5 完了 跟我讲一讲 那时候他喜欢耐了 我爸爸很爱我 特别爱我 一直希望你长大以后做什么 他希望我考文革大学 做教师 那我也一直挺向往这个行业的 但是后来就突然间就迷上这个舞蹈 迷上皮力舞 当时我已经跳得还算是不错 相对来说算是不错 那时候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名了 到什么时候开始 父亲开始支持你的选择 我获奖了 获奖 什么奖 是 黑龙江省第一届霹雳舞大赛 霹雳舞大赛 对我得了一个第二届霹雳舞大赛 后来呢 一直在外面演出 我很想知道你当时的生活状态 很不好 有没有就是觉得太难太苦了 放弃说回家吧 会不会觉得我出来了 如果我不做出来 我不回家 我回家没有脸见邻居 没有脸见父母 小的时候 我记得 我妈妈 每个月的月末都要出去借十块钱 否则我们这一下就过不去了 经济很拮据 当我看到那个阿姨 就说你赶紧回家吧你 别老在这待着 我就那时 从那时候我就发誓 我说不可以让我父母亲以后再这样 结局 我想让他们轻松一点 你是什么时候想要结束这段生活 95年的时候我碰到了一次机会 我负责接待二十八九个明星 我就跟这个牛振华还有冯龙 我们关系特别好 还有潘长江 因为每天我负责 去安排他们的时速 我会安排得很细 所以他对我印象很深 还有赵连贾老师 他说红莱你帮我找个演员 一男一女要漂亮一点的 他帮我拍一个这个电视小品 我说那男的你别找了 我说你去找我就完了吗 他说你可以演戏 你会演戏 我说会 那有什么不会演戏的 就是在那画面里头的比 我就完了 结果就是提着一个鞋盒子进化 我提了十一条都没进去 当时汉就下了 比现在还要紧张 赵连贾老师当时是导演 就臭骂了我一顿 然后呢回去以后呢 这个孙正华我们在一起聊天 说红莱你既然这么喜欢表演 你为什么不去北京上学呢 系统的学一下呢 当时九五年五月初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有中央戏剧学院 这个学校 他们其实说的都是无所谓的 我就记住了 我回家取了一万多块钱 拿着手机 我就奔这个民航售票处 买了一张去北京的机器票 我就飞北京 到那了以后 就见到了很多哈尔滨的老乡 我说你帮我联系 这个表演戏主任我要见他 就见这个 连老师 他看了我演戏以后 就踩不忍睹的就觉得 你这样嘛 你考音乐剧班又是表演戏 你虽然能唱能跳的 但是你这这么胖 你肯定是搞不了表演 他说你一个月之内 要能减二十斤 就是我只能允许你考试而已 你一个月减了几斤 三十六斤 怎么减的 中系那个操场是 一圈大约二百米 我一次跑二十五圈 一天跑三次 我跑完二十五圈以后 我们学校有一个花房 里边非常非常热 旁边是锅炉 然后我就进去蒸 跳小跳 就巴黎那小跳 跳五百到一千 就这样剪下来 我就考上了 所以啊 每一个成功的人 我跟你说 他肯定要吃很多苦 相悟相语又相风 半路夫妻 坐地请开手机 等一部部电视剧 在成就孙宏雷的同时 也让观众 见识到了他的非凡演技 2007年 一向不断突破自我的孙宏雷 得到了国际知名导演 陈凯歌的力药 出演电影《梅兰芳》中 做事执着的秋如白一绝 2008年底 电影《梅兰芳》一经上映 便得到了广泛赞誉 孙宏雷的精湛演技 也彻底征服了观众 我们来说的 这次跟陈凯歌 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 合作的梅兰芳 我们听说这个梅兰芳 为了这部剧 是临时打乱了 你原来的计划 是因为陈凯歌导演吗 还是因为什么 第一因为凯歌导演 第二是因为角色 他只是用了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忠凯歌的办公室里 告诉我秋如白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怎么拍 他跟我说 说梅兰芳电影当中 有这样一句台词 他没想特意告诉我 他只是一直在讲剧情 然后讲这个人物形象 然后他突然间 就说出一句说 谁要是毁了梅兰芳的孤单 谁就毁了梅兰芳 谁就毁了中国的京剧 谁要是毁了这份孤单 谁就毁了梅兰芳 我觉得我抓着点东西了 我说你 我其实挺不礼貌地打断的 因为他说的很有激情 我说你刚才说什么 他又给我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我说这是谁的话 都是既是我的话 也是梅兰芳的话 但是在剧中 是秋如白说的话 也就是这句话 其实是秋如白的思想 我说那我就接了 我陪你封一年 事实上就是因为这句话 我觉得像戴军 李静 孙洪蕾 陈凯歌 紫怡 李敏 这些人心里都有孤单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追求 有的能实现 有的实现不了 所以他在这一个大众的群体当中 势必会孤单的 秋如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那说明他是一个极具思想性的 这么一个艺术家 又是一个大文人 大知识分子 所以我就觉得观点是对的 我觉得他主要是 他对京剧的推广起来重要做的 革命 他把京剧给革命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戏曲学院的 这帮孩子们学的戏曲 都是经过秋如白先生 和梅兰芳一块改良的 事实上旧京剧不是这样的 身段也不是这样的 念白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事实上他们俩干了一件 他们当时都不知道 有多么大的一件事情 他把中国经济剧给改良了 然后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人 一拳打到西半球去了 征服了西半球 美国人 欧洲人 然后东半球 俄罗斯人 还有日本人 事实上 梅兰芳在一线工作 是我们华人历史上最大的明星 他们在世界历史上 也是最大的明星之一 无论是从财力 还是从名利上 从知名度上 都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视角来解释 苗兰芳是对的 这个戏拍了有一年的时间 这之间我们打听了一下 你一共推了大概有三部电影 一部电视剧 而且当时你已经跟黄秋生导演 黄秋生应该是演员 当时约定好要拍戏 把人家那个也推了 算不算违背当时的约定 事实上 我和秋生我们俩是好朋友 王晶导演 给我们制作了两部电影 一个是秋生演正派 我演反派 一个是我演正派 他演反派 其实这些事都已经开始运作了 连拍摄景地都找好了 梅兰芳就来了 我形容梅兰芳这部电影 是07年 我特别任性地 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我花了很大的价钱 我不是说钱 那一年是损失了很多的钱 损失的最重要的 就是王晶导演 对我的信任 说我们给你量身定作 给你们俩量身定作剧本 说香港的一个硬汉 和大陆的一个硬汉 打打架 挺好玩的一件事 但我说这架早晚都能打 但是梅兰芳就这一回了 邱叔白 我觉得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 我来演可能更合适一些 所以我是极其任性的 把这个角色接下来 然后 现在的今天 见到邱生 见到王晶 他们都特别理解 我到香港 都特意请他们吃饭赔罪了 所以我很爱这些人 他们都是大家 他们具有大家的胸襟和风范 一年就拍一部戏 生活不会有问题吧 怎么也得有存款吧 有八卦了 生活没有问题 但是 其实我在我的市场价值 这个专业人员 业内人是一算 很容易 我一年赚那点钱 有什么样的损失 都很清楚 但是我真的觉得 我已经迫切地想拍这个电影《梅兰芳》 每一天我都盼着去拍摄现场 我都盼着见到这些演员和导演 不是每部戏都有这种盼着的感觉 不可能的 那戏《杀亲》的时候会很落寞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我很恐惧离开那个剧组 我特别恐惧 因为那儿有我很多亲人 然后我跟他们聊天 我会觉得幸福 我不觉得孤单 出了那个剧组 我必须要 还是要享受这个孤单 那我们这里呢 也有一些梅兰芳里面的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梅兰芳的片段 来 请看 你的时代到了 我不能跟爷爷打对台 今儿个还不是对台吗 是一只对福德山 转掉老头 我还有一只 是八人际浪 我一直去 可那得一乐意 书不丢人 没来放必须有 他才丢人 我不允许任何人当你的道理 孟小姐 梅大爷 那台上见 这要是为了他这份孤单 你咋喊 这就为了梅兰芳 知道 小之邦吧 您有什么话 就痛痛快快地说 说就说 梅兰芳和孟小冬 原来是这句话 孟小冬再也不和梅兰芳见 三手一臂 人真的好戏 孟小冬 站住 放手 有人要看一愣脏的梅兰芳 孟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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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影的导演 他是有情怀 他是有思想 他没有被现实的 这个商品社会 打倒 把吉安谷打碎 没有 他扛住 他在做梅兰芳做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里 是有大的情怀 现在能够坚持 这两个字的人 不太多 所以我很激动 所以今天 我希望我说的 大家能够明白 能够给你们一点 说这电影 能给我点什么 有定电影院的冲动 好看 自不必说了 对这些人来讲 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我就觉得 看完这电影 还能给人们留下点念像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电影 演戏刻苦认真的孙宏雷 在用心诠释 每个决策的同时 也用心对待着 与他合作的每一位演员 2007年 著名演员陈晓逸 做客超级访问时 孙宏雷曾作为神秘嘉宾 突然出现在老搭档面前 惊喜之余 陈晓逸感受更多的 则是老友带来了这份 快乐与感动 一般的人可能会看他眼的 会觉得他是一个 比较可怕的一个人 比较严肃 比较累 但实际上我觉得 他其实挺像大男孩的 有时候就好玩起来 特别好玩的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讲 是我见到的 跟我合作过的 应该来讲是最刻苦 或者最勇工的 因为到现在这种份上 很少有人会这样 像我们俩拍戏 可能因为也太熟了 基本上属于是 谁要演的不对 就特别直接的 你这演的什么呀 他这么直接就说了 一定会这样 他真的讲了吗 我们有请孙虹来 有请 好好听啊 有话走了 那我呢 我也要 我也要 他们上次去杭州 你们是不是一起去杭州上次 然后他们瞒着你 他 你们两个经纪人 你的和他的经纪人 三个人私下敲定时间 说今天给你一个惊喜 对 对 对 你太对不起 合作了这么多年了 还有点紧张 对 对 听说聊聊一开始 陈小玉是我师姐 嗯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九五班的 她是 八七 八七 大我八戒 但是我们俩自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呢 就是其实彼此印象特别好 然后我们俩的可能也在性格上比较合吧 是吗 对 所以就合作了三部戏 性格上比较合 合作了三部戏 那我们有些话要问 那你来坐下来 坐下来 你现在没特紧张 她听得像男孩子 好 经常第一部戏还收着一点 我觉得还挺淑女 第二部戏完全变 完全那个嘴脸就爆了 比例说明 很凶的 特别凶的 怎么样的呀 踹我 我直接就上脚去踹 你们两个开戏的时候 脾气有时候都挺降的 对啊 谁向谁妥协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你们来了吧 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的我都听吧 谁说的有道理 对 谁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俩倒不至于说 有一段戏 两个人都说不清楚了 那有问题 总能达成一个统一吧 但是我认识很多演员 就是到了你们这个身份地位 大排到这样的 究竟不会对台词了 那我那怎么写 做回事 而且孙国勒会这样 比如说明天那场戏特别重要 他会 头一天的晚上会叫着说 来 完了以后我们会把头一 第二天要拍的戏 完了以后说一遍 明天应该怎么演 我们拍《大公匠》的时候 还有一个演员叫刘慧琪 我们三个人的戏 完了以后呢 只要我们马上下一场戏 是我们的时候 我们俩就开始会不停地对策 刘慧琪就看着我们就说 现在还有女人的 就很少见了 对 甭体验生活了 这还 甭体验 到那个北京的第一机械厂 二七 二七机械厂去体验生活 到那个扎缸车间 每天跟着一块工人 一块扎缸 穿着工作服 一块吃饭 然后跟一些老的 五十年代的老工人采访 然后聊他们当年恋爱 怎么谈恋爱 怎么把自己媳妇追到手 然后我觉得这种对词 然后走戏 一遍一遍地走戏 然后可能会把心打得一块 所以主要不是台词 你们看以前的戏 好像听说来就是 哭的戏都不多 但是我这次跟她拍《大公匠》 我那天跟我妈还讲来的 因为我们家有那盘了 我说我都已经挺能哭的了 她比我还能哭 特别那我们俩有一场戏 是我们那戏是从 从二十岁开始谈恋爱 谈到七十了吧 我们俩才结婚 后来她来 二十谈到七十再结婚 刘佩奇是我的歌 是不让我们俩接嘛 到了那拆热街 完了她来迎娶我那场戏 还推开门 完了那场戏也 拍她那边的时候 她就哎呀 就不行了 所以我刚拍我了 她说 干嘛 那个待会拍你这片的时候 我是不那么使劲了 我没愿意就这个演了 但是她根本就没可能啊 一边一开始她哭 还细地滑辣的 特别特别能哭 而且就她那个 我觉得她这些也挺慢的 其实就是 这是不是说 哈哈哈哈 谁能说出来 这两个高兴这儿说过 行 我也有一特高兴的事 我也有一特高兴 因为半路夫妻 你们俩有一场问题 问题在于 问题咱们 各位 问题在于半路夫妻的导演 是 我能喝口水吗 这谁的 我没喝过啊 我在这个位置 半路夫妻里面的那个导演 是陈小一的丈夫 所以你们这个吻戏 当然我们看的时候 也一把冷饭 我觉得因为以前 你三个人 就当然你们 有很职业的一面 我相信 但我觉得 你再职业都是人 然后就谁最尴尬 你三个人 你觉得会 黄晓鸣是导演 然后我跟李静 我打死我都不敢 跟他拍本戏啊 我怎么敢 黄晓鸣是谁啊 他老婆 你结婚了 别插开话题 小一今天要不是你生 我现在就走了 所以你想想 慧宁也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他在现场 就那么看着 然后两个人接吻 这事实在是特别难 那你又没有提出来 让导演出去 让你老公出去 他提过 他提出来了 我直接找他去了 我摸我去半天 我就想怎么跟他说呀 然后慧宁又是那种 平常不说话 那天他一脸没有表情 反正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一样 后来快拍了 我说慧宁 就这一个镜头 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干什么 我说你回避一下 我回避干什么 我说不太方便吧 你看看你在这 你是我 你导演 你是心理素质挺好的 我受不了啊 没事没事没事 你们演你们的 我说我要演不好呢 那就得再来一条 你再来十条 我也不管 那好吧 然后他过来劝我来了 哎你职业一点吧 你这个演员 你怎么这样 他都不是个镜头吗 因为因为 对对对对 这是他丈夫的主意 他有 因为他 本来一条可以过的 然后我说 那你们还得再来一条 我说不是已经过了吗 我换个机位 你看过吗 当然 你看过吗 他们俩要干什么 对 要不要看一下 生日礼物 孙宏雷除了花 还有生日礼物 我们看一下 演员是如何为艺术献身的 来看一下 不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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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吗 问你呢 怎么说呀 得说啊 不说 不说了 我才知道你是个女人 你不说 我觉得我总包回警察 嗯 什么样啊 什么 喜不喜欢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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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讨厌 我刚刚当不了演员 我满头出汗 我是那种 就是你谁帮看着我 我就能那一声 下面我们欢迎戴金和李静 李静来一声 我跟斯墨雷演技 他还有事要走 然后最后说一个生日祝福 陈婆子 07年 顺顺利利 每天都开心最重要 然后我们彼此心里都有对方 保重身体 快乐最重要 然后你别有我一步在身边 你开戏就不认真了 好吗 免得真心啊 谢谢 塑造过无数硬汉角色的孙宏雷 再次突破自我 在近世热播的电视剧男人当中 出演了一位别具性格的 喜上作家顾小白 聚众的他理性率真 对爱情 分析透彻 见解独到 这谈恋爱 单身呢 就可以为所欲为 谈恋爱呢 就估计这儿 估计那儿 你完全无法想象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另外一些 更为高级 更加先进 更为宏观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里边 一个人占有 另外一个人 是多么的狭隘 根本不上档次 特别简单 就是 我不爱你了 或者 我不够爱你了 就这么简单 可是 怎么说 你这样说 你会伤害人家 自信心 自尊心 是不是 No 就涉及到了一个 分手的礼仪的问题 你像今天还没来 再跟你说 说书全 我想了很久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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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爱爱对你 表示一个 尊重 是吧 其实没什么 是这样 一般恋人在一起 一个星期不联系 协议自动就失效了 后果你们两个人 三个星期都没有联系过了 一般就是肯定分手了 那么爱爱你今天来 跟你说 说说什么 也就是过场 表示一下尊重 客气 你知道的吗 做生意的吗 对不对 生活中的他一样帅直 且毫不掩饰 2001年做客时 并曾对我们讲述 他的青涩恋情 面对主持人抛出的 敏感问题 孙宏雷也是直言不讳 成名后 孙宏雷的感情问题 也一直被外界 形容得扑朔迷离 2008年 孙宏雷再次做客 超级访问 面对八年前同样的问题 孙宏雷的答案 依然是 口味没有什么电话 而喜欢有点思想的 面对于热门话题 孙宏雷也有自己的 独特境界 这什么 这什么 就我一人的戴上说 我觉得有点像审判 以前超级网络 我记得不是这样 那上次这个戴上传发 六年前的状态 你来看一下 我就看吧 六年前有一个人 提了一个愿望 你到现在都没有实现 我们带他 今天要问你这个问题 对 这个人现在不在这吗 不在现场 你还记得那个人 提的那个愿望吗 人我都想不想 你到听说我是谁啊 然后愿望我就不知道 帮你回忆一下 来 请看 你的事业现在 也有所成就 现在呢 你还要是继续呢 这个好好学习 往前闯 爸爸妈妈呀 对你的希望都很大 你是我们的 全家的骄傲 早日成个家吧 也好让我们父母吧 在家放弃 对 早日成家 对 六年前提的要求 早日成家 我们都做什么了吗 这是六年前的吗 对 我知道 我真的觉得挺珍贵 下一个话题 我很感兴趣 你是一个极具女人缘的人吗 我喜欢一些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的人 有点年纪 有点阅历的 对 关于这一点 大家也 我们特别导演 问了你身边一些好朋友 来 请看 反正要是女孩子 遇到这种人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 她会对女孩那种照顾 有一些无微不止 而且说的话 在我厅里边有点肉麻 但是她呢 觉得 应该 咱就不说那是谁了 她竟然知道那女孩愿意喝 好像是目录 一个星期 两相录录 整整整齐齐的马在人家床下 挺够破费的 但是还真见成效 我们那天一看 从那边走过来 一个小女孩 真是挺漂亮的 而且是跟她一起走 然后还手拉着手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赵宝刚导演说 你说话 他觉得很重麻 你觉得很正常 什么话呀 叫你名字吗 叫名字呗 叫名字 就是李静子叫静静 在中世的时候 就是喝露露那位 好像两个人好了 有相恋了 有三年半呢 都到了谈婚论嫁的 那个阶段了 而且你的父母都 特别喜欢她 都认可到 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 后来呢 后来 为什么分手我不清楚 然后分手的时候 说孙宏蕾在家里就 回到家里 沙发也不敢坐 凳子也不敢坐 就天天在墙角蹲在那里 就 就自闭了 很怕这个空间 因为这里有太多 两个人的回忆 那可能是我一生当中 比较伤感的东西 对 每个人都有 当时我在拍张艺谋 那个我的父亲母亲 我在向她求婚 我说我们可以结婚了吗 当时她很犹豫 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在拍永慕明慕 最后一个我在浑石站 被击毙那场戏的时候 她去探班了 我满身雪浆送她 我就发现她 她每走一步 到回头看着我都哭了 我当时很奇怪 我还在戏里边 我说 这哭什么呀 后来我想起来了 她是早就打算好 要跟我分手 她已经来探班的时候 已经想好了 她说你是一个工作狂 你不知道疼女孩 而且我觉得你 我们俩的距离 拉得越来越远 你现在很快就会窜红 我担心你一脚把我踹了 我随时都有这个 所以你先把你踹了 对 当时赶上我事业上 正是需要有人 照顾我喝过的时候 我当时深津石犯了 1.5厘米的一块石头 不是毫米 对 每天尿血 每天尿血 突然间一天晚上 我可能回来 我就觉得 后腰跟男人说算 然后我正睡着觉呢 我那个床挺大 我突然间就从床上掉地上 疼的 就是一下飞起来的人 然后我疼的 就是手指头也不敢动 当时身边没有人 那时候我一生 最凄惨的时候 我就带眼泪 带眼泪 对 我觉得这种事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我肯定有问题 但我觉得他的问题可能会大一点 那么我的问题我会 我会很呵护一个我的爱人 我爱上一个女孩 我就比较疯狂 谁都挡不住 三年的情场失忆 并没有阻挡孙鸿雷 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 2008年第三次做客超级访问他 面对感情这个敏感话题 他也大方承认 就是说爸爸让你当时成家 你现在还没有完成任务 对 没有完成 你有不懈努力吗 这六年当中 一直不懈的努力 对 对 对 让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我不希望我有 另一个面孔出现 我希望我永远是真实 所以 我只能 我只能去给他们讲了一个道理 我告诉两个老人 我的职业特性 然后我也自己 跟我爸爸妈妈一块分析过 为什么 就一直找不着媳妇 都分析过 他们也认同 后来也就不催我 怎么分析的 就是你看工作环境 这个 因为我一工作起来 什么都想不到 我一拍几戏的 真的什么都想不到 然后工作完 我必须得陪我爸爸妈 两点一线 我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其他人 确实 你的工作环境没有女人 谁相信 大家看看戴军那副嘴链 我还真 我跟你讲 我还真很少一期节目中 两个这么小眼睛 我不是出现 这次红雷在我对面 我真的不认出 说那个工作特别忙 接触不到女孩 这真的不可能 说我的工作环境里没有女孩 这是谁都不相信 我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我深知 跟我一块工作的这些女孩 如果要是跟我成了家 我的孩子就等于没有爸没妈 这倒是 就是工作性质 每天我又不像 某两个主持人似的 下班可以回家 下班可以回家 我拍几戏来 说今天我们这个场景 到十二点 到凌晨两点 到早晨八点 这个场景就必须收回 人家说几点 我们就得拍到几点 当这些 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以后 也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对孩子 连个说法都没有 你想得挺远的 我能不想吗 我还经常想 如果孩子出来了 我怎么跟他聊圈 如果他犯错误了 我怎么说他 怎么跟他沟通 那我知道 不然上一次 咱们做插头访的 那孙红雷比较喜欢 那种女性 他忘了 他是说他喜欢 以他年纪大 姐姐型的 姐姐型的 六年以后 口味有变化吗 有变化吗 不能口味 六年以后 应这样 审美 好 有变化吗 我同心戴军的这个说法 口味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喜欢有点思想的 然后我认为吧 就是说我承认爱情是 一定要有激情的 婚姻是一定要有七年之样的 一定有左手摸右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是沟通最重要 如果两个人连沟通 都不能沟通的话 我就觉得这一辈子 可能就太悲惨 很惨 别人说话 他说的话你听不懂 你说的话他听不懂 所以要找有思想的 对 你先找 至少他说的话 我听不懂 他比我有思想 我会慢慢学习 跟他沟通 因为我喜欢学习 那你说我真要是找了 一个不爱学习的女孩 是长得很好看 很漂亮 那前三年过后 后几十年怎么办 我一算这比例 还是得找一个 你想得真长远 生孩子也往后想 找一个好看的 没思想的 你也往后想 还没找对象 你想青年之痒 青年之痒 无论是杀人如马的江湖老大 或是手段惨人的杀人犯 在换退后 孙宏雷都赋予的角色 第一个致 那就是对待感情 绝对专一 上车吧 你别动 我不想弄伤你 在现实生活中 孙宏雷的感情问题 同样也是被关注的焦点 而回礼否认 也成了他对待感情的惯性态度 孙宏雷被媒体派到 与长发女孩 拉走逛街仪式 面对主持人李静大军 孙宏雷在超级访阵 也幸福地谈起了 世界的女主角 我就直说了吧 你干嘛了 我到现在没拐过弯 直说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 是有一些记者 偷拍了你给你长发的女孩 你有看到吗 我不上了 是吧 还有一张照片 就是他后来挤到公共汽车上去了 你有上公共汽车吗 他送那个女孩 送送送送送 走过了 他车停在那边 他走过两站了 你怎么确定 那个女孩跟他认识 手拉手 很简单 其实谈了个女朋友 然后俩人去逛街 不就这点事 不用事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 对吧 是明星 虽然你自己不当自己 是一个明星 可是媒体 有人会拍你 每次拍你的时候偷拍 你自己会有感觉吗 有人跟着你 我发现了 那你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以前性格 可不是现在这样 好像很随意的 以前挺紧的的 我现在也挺紧的的 其实他跟着拍 如果法律允许的话 我就会揍他一顿 但他的镜头 是很长的一系列 所以说他跟拍 跟了很久了 他跟了我 我想想下午 三四点钟 两点多钟 跟到我晚上九点多钟 后来我说 哥们你也该下班了 太累了 然后也没什么可拍的 有什么可拍的 是我长发飘飘 还是他长发飘飘 他离你有多远啊 就是拍小片的 这个人一般偷拍 他藏在书后 跟迪特一样 他以为我没看见 真的 藏在书后 戴个眼镜 然后他又招来了一组 一共是两台车 然后一个女孩 拿着那个长焦镜头 一直在拍 等到天黑了以后 我的车开着 他就跟在我的身后 我在倒车镜里能看着 这两个人长得什么样 然后我们也对视了半天 后来我就想 真无聊 太无聊 没什么意思 那你有 后来我就 我至今我也有这么一个愿望 我特别想问问这些人 说你跟你 你如果有孩子了 你跟你的孩子怎么 交代你的职业 说李静的孩子问问妈妈 说妈妈你是干什么 你可以很坦然的 如果你做的主持人做的不错的话 可以很坦然的告诉孩子说 妈妈是一个很好的节目主持人 但是他们我真的不知道 他跟他的孩子怎么说 我真的觉得我 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见了很多的事情 我也试图去理解很多事情 但这时候我理解不了 那天就是说 从下午两三点跟到晚九点 那女孩有经测吗 说跟你在一起压力太大了 我就没听她说什么 多好呀 我觉得她什么都没有说 她只是说 这真的是挺累的 老生就干什么呀 祝福你